今年各地持续推广绿色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,带动粮食文产,农民增收。 稻鱼综合重养具有一田两用,增质增效的优点。 今年,吉林省前郭县稻谢综合重养面积扩大到了近十万亩。 不仅种植过程采用绿色模式收割环节,也更加注重耕地保护。 在山东省浪林市的玉米地里,无人驾驶智能玉米收割机正在灵活地进行收获作业。 转弯掉头,仓满泄凉,这些动作清点手机屏幕就能完成。 不到一小时,种植户李关伟家的十亩玉米就收获完了。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的万亩玉米示范田里, 二十多台玉米联合收割机、玉米接杆环田机和十多台耕地伸松机轮番登场一体化作业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一方三百亩的玉米地不到半天功夫就全部积收完毕, 并且全部进行了土地伸松整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